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 当我们有个根式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要把分母有理化呢? Why do we need to rationalize the denominator? denominator就是分母的意思 那rationalize就是把那个分母有理化的意思 然后有理化当然不代表说 There is some chemistry 就是你要去成语它那个根式之类的 那其实我们也不是说we need to 只是我们像国中高中代数的时候呢 很常都需要这样子做 那老师可能会跟你说 就是要把那个根式弄好看一点 然后上到微积分的时候呢 其实好像又OK又不用去有理化了 那我们今天以比较传统的方式讲 就是光以计算的方面去看 首先我们看一个这样传统的例子啊 √1 来在那之前呢我先跟你们讲一下 √2呢大概等于1.414 那我知道你们会问 诶这个是哪来的 我当然不会跟你们说我是用计算计算的啊 因为如果我用计算计算这个 我就可以用计算计算这个嘛是不是 那这个怎么可以把它推出来是1.414呢 我以后再慢慢跟你们讲 来1.414 请问下面这个数字是什么 我不跟你们说你们自己猜一下 那我们回复言归正战 √2 如果我们要把它算出来大概等于多少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1.414 放到这个分母里面来 所以这个等于大概等于啦 1.414分之1 嗯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它算出来大概等于多少呢 嗯这是一个除法就把它除一下 哇来哦小学的长出法 把1放到里面去把这个1.414放到外面去 当然我们没有计算机哦 来这个我们要把这个小数点往右移三次就代表说你们要放三个0 那1.414能进不是1414能进去这个吗不行嘛 所以就是要放个0 然后加个小数点然后像小数点然后再放个0 那哇这个进去里面几次 嗯好像蛮难的对不对 我知道答案是7的但是我不跟你们讲了 但是就是放个问号 这代表说我其实好像做不太下去了 因为实在是计算的时候会有点小麻烦 好所以我就不这样子再做下去了 请看下一个方法 如果我们有√2分之1 那如果我们上下都乘√2的话 那√2乘√2 就是一个普通的2而已 所以这个等于2在下面 那1乘√2就是√2 那这个呢我们知道这个大概等于1.414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写的像是这个等于大概等于1.414 写错 1.414 然后呢啊又写错对 2分之上面是1.414 我现在就是要小小的自我挑战 就是讲中文的时候呢分母先写 然后再写分子 因为英文的时候我们是先说分子 然后再说分母的 所以就是哇是对我来说蛮难的 but anyway 请看 我们有2分之1.414 那这个怎么可以算出来 就很简单嘛 你就拿1.414除以2就好了 那大概等于多少 这个呢等于0.707啊 那就算好了吗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是 但是如果当你的分母是一个有理数的时候呢 你要去对他除的时候 其实就是会变得很简单 因为你是不是已经看过了 看到了嘛 当然我们只是拿三个数字在这个小数点之后 如果有更多数字的话 你要去除会更难 所以呢这是一个原因之一来 如果你要上到那个抽象代数的话 其实好像也可以再说一些理由 但是我就不讲那边去了 所以呢这部影片就这样子 希望你有喜欢